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医生 幻儿发烧约半个月了 昨天病情加重 出现了胸闷 头昏 呼吸加重 昨天中午又出现了呕吐 意识模糊 老师急呼了999 现在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来 让我来 血压多少 五十三十 这么低 血压再测一回 发生血栓梗塑 请胸内呼吸 心外科的主人过来 好 生日假长 我 你睡 不了 大夫 我是孩子的老师 他爸爸一直工作很忙 妈妈还在国外呢 家里就只有奶奶 奶奶一着急 也住院了 是这样 现在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细菌性心内膜炎 而且还伴有心衰 由于没有及时的发现和治疗 出现了不止一处的菌酸脱落 因此呢 这么跟您说吧 就是他阻碍了孩子的肺和肾的正常代谢 不过万幸的事现在还没有发生脑涮色 我们会进一步观察的 所以请你务必一定要通知他的父母好吗 好 我马上去 周末去我家吃个饭吧 周末 周末我还有两堂课呢 就吃一顿饭 你上完课 开车接你去 我还是不去了吧 早晚都得见面 你也知道 你家的规矩 我家规矩言不假 但规矩是给我立的 跟其他人没关系 你知道的 我对家庭没什么概念 万一去了以后 表现得不好怎么办 你有我 不就有了家吗 我家就是你家 就是去吃个饭 以后 我爸就是你爸 我妈就是你妈 我大鸠 我二鸠 都撕你鸠 周末 我发觉最近 你身上这个嘴唇状的鱼痕 越来越多了 我强烈建议 我们可以联合皮肤科和神经科 给你开个会儿 你把心内的萧主任 给我叫来看看病吧 有什么心病呢 不就是谈个恋爱 久谈不下 那我跟你说 这个不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 那都是在耍流氓的 没错 流氓要是想转正 它必须得有个正 你要是能帮我把课的 我就跟他去民进局把证给你 哦 熬熬什么熬啊 叫你们去家里吃火锅 就是一顿喜宴 这个事情 领导 你懂我的 我一定会帮你保密的 那待客的事情 待客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 这可是个新闻 这可是个大新闻哪 大夫 你好 这个孩子的爸爸 是我们国家火箭发射基地的总工程师 他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我们不怕花钱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孩子的直接监护人来做决定 对了 他的妈妈什么时候能到 明天夜里能到 大夫您多费心 您给他做决定 我们全力配合你 我先进去忙 你们稍打吧 好 谢谢医生 麻烦你了 梁院长 人们都说你们医术高超 今天我可是天眼所见的 就您的肝癌手术做的 我呸 佩服 佩服 真是名不虚传 林院长 您看我有个想法 您看您能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么三四天的时间 我想把您请到我们的医院 给我们科院的大夫们 您给他上个课 做上几台手术 让他们好好学一学习 您看我们 咱们到这儿看